三色蒸蛋 大家好 我是吴老师 今天老师来教大家做一道三色蒸蛋 这道料理有别于一般传统的三色蛋的做法 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吃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你们可以试着跟着老师做做看 一点都不难 我们以下的食材有这些 首先我们要先把鼻蛋给煮熟 我们煮皮蛋的方式很简单 先把水给煮开 煮开之后我们就把皮蛋给放下来 煮5到8分钟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做打蛋的动作 老师今天用的是十八洋场的小浮蛋 一般来讲我们打蛋的话 要分两个阶段来做处理 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把我们的蛋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我们在碗边敲破蛋 然后把蛋给打出来 好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倒入碗中 这样的用意呢就避免我们拿到的蛋是坏掉的 感染到其他好的蛋 然后呢再我们把蛋给打散 好那我们打散的蛋就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呢我们的皮蛋也差不多快煮熟了 我们准备把皮蛋给捞出来了 夹出来的皮蛋呢记得呢我们就直接泡在冷水里面 第一个它比较快冷透 然后再来呢会比较好剥壳 那我们现在处理皮蛋跟我们的咸蛋 首先呢我们把咸蛋拿过来 然后呢把咸蛋给切开 切开了咸蛋之后呢 我们把咸蛋的咸蛋黄还有蛋白全部用汤匙给捞出来 好捞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咸蛋给切碎 好那我们再切皮蛋 一样的方式把皮蛋拿出来 因为皮蛋刚刚已经煮过了 所以现在切起来的皮蛋呢 它的蛋黄是熟的 好会非常好处理 好换个方向我们改刀 好我们现在把切好的皮蛋放在我们枕板上面 然后把刚刚的咸蛋全部摆进来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接着呢我们就要处理我们的鸡蛋的部分 鸡蛋的部分呢跟一般的三色蛋做法会比较不一样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我们先炒过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锅煲的熔盐不粘锅 好那我们先把火点开 然后呢我们放下油 油也不需要很多 那油一放下来之后呢 我们带锅子有一点点热了 我们就放下我们的蛋 好蛋放下来之后呢 动作不要太大 就是把锅底熟的蛋拨上来 好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慢慢这样推进 推到我们整个蛋变成熟的散蛋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到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把火也洗掉了 那基本上来讲蛋这样就已经炒好了 我们再把蛋呢 放进我们刚刚的皮蛋跟咸蛋里面 好拨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用锅铲在里面把它搅散 好我们只是把它搅匀搅散 我们不需要用压的方式 用压的方式呢 等一下会把皮蛋的蛋黄呢 颜色全部压出来 我们就这样把它拌匀就可以了 我们就先把我们拌匀的 这三种蛋先放在旁边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蒸蛋的部分了 蒸蛋部分我们是用另外三颗的小腹蛋打散了 然后呢我们加入水 这水加进来 把水跟蛋充分做融合 最后呢再加入我们的调味料 完全融合之后呢 我们就放进我们刚刚炒的蛋里面 好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先把它拌匀 拌匀了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要开始来蒸了 好那老师现在找一个锅煲的方形的保鲜盒 那找一个烘焙纸 然后剪一个底部一样大小的形状呢 我们就把它摆到我们的保鲜盒里面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做好的蛋液 把进来 倒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平均的把所有的食材呢 全部整整齐 好那我们就准备进我们的电锅去蒸了 好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蒸加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我们今天用的水呢 大概是一杯半 好先一杯的水进来 然后呢再半杯 那之后呢我们就放上 我们要蒸的蛋 放上来之后呢 好那我们把盖子盖起来 好按下我们的蒸主键 这道三色蒸蛋呢 还有一个蛮大的特色呢 就是老师会教大家做一个 泰式的酱料 这个泰式酱料呢 只要把冰冰凉凉的 我们这个三色灯蒸蛋 沾的吃 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老师现在叫大家正来做这个 泰式的辣椒酱 香菜 蒜头 撒辣椒 大辣椒 柠檬汁 糖 鱼露 鱼露 放上鱼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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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打碎 那状况就已经OK了 今天这道三色蒸蛋 配合这个中间的泰式辣酱 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吃 喜欢老师影片呢 不要忘记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然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你想学什么菜色 老师会尽量满足大家 教给大家的 好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影片见喽 拜拜